入鍊師限定金全掛件搭配評測 這邊會我們來評測一下入鍊師的限定金 這款實裝服飾上面那些點綴做的還是挺好的 但是這款服飾一個款式就因人而異吧 我感覺就是比較厚然後看起來有點臃腫 嗯怎麼說呢就是比較笨重手感方面 背面的話走動起來感覺會有點單一 如果不是有這些掉落的一些粒子啊 不然的話感覺挺朴素的 這款實裝臉膜還可以啊臉膜的話挺好看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靈驟 玻璃的靈驟 玻璃棺材跟加特那個好像差不多吧 大家好更喜歡哪一種款式呢 另外這款實裝還有一個彩蛋 就是反身期間的時候可以觀察一下他那個嘴角的玻璃 這邊的話我們反身 在身上有盾的期間 他那個嘴角的話玻璃片會消失啊有沒有看到 嘴角的玻璃片會消失 然後等盾去掉之後呢會慢慢恢復 會重組起來 不過這個彩蛋一整局下來也就那麼一次 最多一次好吧 很少會觸發兩次 有時候甚至一次都觸發不了 因為扭扣遠的話他這邊是向上翻的 看起來感覺怪怪的 還是說玻璃師是這樣子的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不同過劍的一個搭配展示吧 首先這邊搭配的是我們的經過黃玫瑰啊 黃玫瑰的話地上會有一個泥潭 然後上面會有一些植物 感覺跟這款限定基蠻搭的 就是有植物的元素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反身的效果 這邊的話是反身的效果 大概的話是這個樣子 另外這款過劍的話是會改變入鏈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入鏈的動作 會進行一個改變 然後是周年禮盒經過非易睡瓶 這款過劍的零救常駐特效 底下的那個液體有點像塑料 然後這款過劍是有配套的動作之一的 這個是大致一個效果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反身的特效 這個是反身的效果 有點星空的感覺啊 比那個黃玫瑰 黑泥潭要好一點點 並且會有護盾的特效 這款經過還是可以的 同樣的這款過劍的話也會改變入鏈的動作 而且會有入鏈的音效 打了個響指 然後的話是入鏈式的子過順判 跑動狀態下這款過劍會有點穿模 啊不對是時裝穿模好吧 也差不多 然後會有一個零救的常駐特效 生成的時候會比較活力一點吧 然後生成之後 這個特效就會比較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反身的效果 反身的時候 周邊會有那種星紅的 血霧吧 大概是這樣 挺淡的 然後輸入鏈式的子過界面 這個子過的效果要比 剛剛那個生判好上不少 會更明顯一些 這個靈舊的常駐特效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反身的效果吧 這個是反身的效果 哈哈 之前那些過劍有一些是黑色的 然後這變成白色的 會有一些泡泡 好像 反身的時候那個 氣泡好像也有那種泡泡 沒看清好像有吧 然後來看一下最後一款子過的特效 這個底下會有新鎮的圖案 周邊會有環藥的羽毛嗎 應該是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反身的效果 反身的時候 地上也會有那種法陣 好像就沒了 哈哈 不往底下看的話都看不清好吧 嗯有點淡 感覺 感覺 紙過裏邊 鏡面應該是 比較好的 然後經過的話 就是飛衣水瓶 好了 以上的話就是本期視頻內容 我們下期視頻見吧 拜拜 拜拜 拜拜